穿着部落传统礼服的原住民齐老 用洪亮嗓音高声歌唱 110年全国原住民族运动会 揭开序幕 回回14年 这次再度由宜兰县承办 开幕典礼当天 总统蔡英文也列临现场 为选手们盖肉打气 台湾原住民族丰富的文化 再加上南岛民族兄弟姐妹的参与 这样的多元性 就是原民运的一大特色 祝福我们原民运圆满成功 全民体育的目标 我们一起来实现 这次不仅规模最大 连参赛人数都刷新过往记录 除了各县市代表 更首次邀请南岛民族的跨国队伍参赛 让世界看见台湾的多元文化 在2016年全国用在运动的费用上 大概将近90亿 总统的目标就是要让他任期 能够让运动的经费倍增 到今年才是第五个任期 第五年已经达到135亿 对这次的全国原住民的运动会 我们对于我们所有的乡亲好朋友 我们宜蘭县除了办了这个全国原住民运动会以外 我们增进了这个有名而且族群的融合 今年政府积极推广全民体育 成功让运动赛事经费逐渐丰厚 不仅让运动员的辛劳得以回报 也促进多元族群的融合交流 各个原民族群展现热情物资 带动现场热闹氛围 整期的歌唱舞蹈 为大会注入全新国力 当天也由北泰亚三兄弟 点燃生命之火 进行全国传递圣火 宣告整个赛事圆满展开 每位选手拿下优异成绩 已经卫视台北宜蘭 纵阁报导